各位大家好, 講完29, 當然是去30 2023年第30條 上一條題目, 親緣關係一看下去 就開始用數字慢慢去排 就可以了 不過留意一件事就是進化樹的畫法 大家就要掌握, 而且要懂得看這個表 其中一個位置會再問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問過 而當中的第三題就是問你 記住, 答對的百分比呢 其實只有六成同學的答案就是C C為什麼要C呢 你真的要看清楚別人的字眼是什麼 就是有五種物種 偏馬煤X的基因有不同的核酸 有不同的核酸 但問題的五類物種裡的煤X 都有相同功能 這麼有趣的就叫你去解釋這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形成多態的長度是相同 但是有機會有不同的核酸 即使它們的五個物種 它們有不同的核酸 它們形成多態的長度是一樣 但是有機會的 跟胸X的胸基酸 是不同的 不同的話 相同的長度 去到最後 如果你是煤的話 其實下去去去 活性部分的 跟胸X的形狀 其實就可能有些不同 又或者我們用一些字眼 就是conformation的 扣像是可能有些不同的 所以去到後期 這件事就是 它們是 形成多態的長度是相同 可能真的相同 但問題是 它們的 酷像和活性部分的形狀 可能會改變 所以第一個答案 不是理想的答案 第二件事 有相同功能 有相同功能的話 就是偏碼同一個胸基酸的 胃存密碼 是多於一個 記住 五個物種 胸基酸最相同的話 即是它的 扣像和活性部分都相同 所以它們都有相同功能 所以你回答這個問題 看到有相同功能的話 即是它們有相同的形狀 那個酷的活性部分 這個構造 即是簡單來說 它們的胸基酸 序列 胸基酸的 是一樣的 所以二是癌膜 三 下去就是 說話 那個 差異 會有影響到 鎂的活性部分 下去 它們是五個物種 但問題是 它們能夠形成相同的功能 即是簡單來說 第二點告訴你 它們形成相同的 胸基酸序列 產生酶X 所以它們的活性部分 扣像是相同 功能是一樣 但是 酶和蛋白質的功能 是 記住一件事 是取決於 活性部分的扣像 但是 如果 那五個物種 它們會有 這個遺傳差異 而那個差異 不是影響到 酶X的活性部分 運氣構像的話 去到後期 都是相同功能 所以 到了這個情況 第三點 就是正確 所以答案就是 6成的同學答案 所以當中 裡面 理解的層面 Dickson Valor 就跟大家示範了 原來 考試局 要考什麼呢 就是考這方面的 mindset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助大家 理解到第三十條 拜拜